我俩在一起时间也挺长的了 一提恋的时候 两个人感情还不错 现在我俩来到了同一个城市 本来感情应该越来越好 可是事实却不是那样 他总是觉得我哪里都不好 现在还跟我提出了分手 我不想跟他分手 也希望他能多体谅我 分手是他提出来的 一个大老爷们儿 一天天跟我交情的没完没了 天天这个道理给你讲完了 讲下一个道理 我毕业过来找他 肯定是希望想跟他有一个未来的 可是现在他这样的态度 我们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苏 22岁来自黑龙江 护士 圆圆 21岁来自黑龙江 职员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护士 是 特别辛苦的一个工作 对 两位是高中同学 对吧 是 后来就好上了 是吧 对 但是一好上就异地了 对吧 因为在不同的城市读书 是吧 异地谈得怎么样 还行 异地倒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呢 现在自从搬过来 搬到我生活的城市一起住之后 大毛病小毛病都有吧 也就是说异地的时候 情感挺好的 在一起了 靠近了 出问题了 是这意思吧 那今天是谁要来呢 是我要来 干嘛 前段时间 我俩就总是吵架 然后就是因为一些小事 我觉得 我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这些小的问题了 我已经没有精力去解决了 然后我就想着 用分手 我想威胁威胁她 你还有本事拿分手威胁我了 我没想着真的分手 我就是想着让她哄哄我 我就想着 我还哄你 我一个小女孩我哄你 一个大男的天天因为一些小事 跟我生气 我还哄你 我没想着分手 我就是想让你哄我一下 她当真了 她就是现在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说话 那分手就分手 姑娘你等了多少年 听她说这句话 说分手吧 我觉得好像正中你的下环 是 我已经忍了忍很久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行吧 说说吧 忍她什么了 就平时有很多小事 其实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就有很多小事 就是 就是 这些性格就特别矫情 在生活中忙得太多 你举例说好不好 我怎么就矫情了 我矫情 你还不矫情啊 就你那太小事 主持人 我俩 在一起生活之后 她最开始没有工作 全都是花了我的工资 她花了我的工资 去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那是别的 你这下说就行了吧 这事就过去吧 你没了没了的说 而且 我父母过来看过 你还跟我父母说 我给你 咱俩之间的事 处理不好就跟父母说 你那天让我 给你父母买东西 但是 我们俩的钱 就 她不赚钱 我的钱全都放到她那 我没有私房钱 然后 她让我去给她 父母买东西 我用什么买 那你就当时 就当我父母面 那么说 我不尴尬吗 你知道尴尬了 我不尴尬吗 她直接当时就嘴我 当时就说 是她 不给你俩买东西 那凭什么是我的问题啊 那 我都 把钱给你 你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然后现在你让我 给你父母买吃的 你这样做 我感觉不太公平吧 你跟我讲 那么多道理干啥呀 你今天 没了没了 给我讲道理呀 鸡毛蒜皮小事 也给我讲那些道理呀 还有就是 特别矫情 矫情 矫情我都受不了 问一句啊 确实 给其他的男生 买了一条微博 对 就是作为生日礼物 也是同学 原来的同学 哦 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跟我说的呀 我告诉你呀 他跟我说的呀 是事前说的 还是事后说的呀 事前就跟他说了 他一直不太高兴 这放在谁身上 谁能高兴 我又不是没跟你说 我又不是背着你 看你气的 钱现在都在您管 你管钱的是吧 所有的钱都在你那 他肯定也自己留点 没留 我一分我都没留 你怎么不相信他呢 就是我不太相信他 好吧 除了你觉得 这小伙子矫情之外 还有什么呀 就是挑食 谁呀 他 你就一个男的挑食 挑食不应该是个分手理由吧 哎呀太奇怪了 你都吃些什么呀 特别不一样吗 跟我们 我平时就是 不愿意吃动物的内脏 然后很少吃肉 我喜欢吃一些青菜类的东西 这不影响感情啊 这跟感情有什么办 每次 每次我俩也好不容易 有机会一起出去吃个饭 然后 我要是想吃啥 然后他不想吃 一吃不到他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就跟我甩脸了 再接上去跟我不好笑 我俩去吃 我俩去吃东西 然后非要让我吃羊杂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 我都是喜欢 想跟你一起分享 让你也觉得好吃 大家都一块分享 这事我拿出一个事举例的 我昨天让他吃饼干 死活不吃 我觉得那个饼干特别好吃 我让你吃 我不愿意吃饼干 对啊 你不愿意吃 那你为什么要强求我吃啊 我就不愿意吃饼干呀 对 你不愿意吃饼干 那你又没有体谅我俩子啊 我体谅你 我还不够体谅你 说厨一柱就厨一柱 我还不够包容你 什么意思 怎么又出去住了 什么意思 我们俩原来 大学一滴店结束之后 然后商量一下 决定搬到苍州 搬到一起住之后 他就要我天天陪他 那我是护士啊 我天天三满倒 我一天哪有那么多时间 去陪他呀 一天24小时 我恨不得天天待在那个医院 那你说我怎么陪他 他更过分 他上医院去租 挂急诊 说让我给他看病 我看不着你 我还不能去找你了 那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让我一去给他打针 那你说这 我愿意扎针呀 就没见他是吧 对 我就是想让医院去找他 然后呢 然后他后来就搬出去住了 就觉得我不陪他 那我在家我也看不见你啊 我大学毕业 我自己家也没回 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我一天能看出你几次 你能不能体谅我 一天吃三顿饭都我自己吃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吗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 给我一点理解吗 我后来搬出去了吗 我也不烦你了 搬出去 还好意思说搬出去 自己去单身宿舍 跟我商量 然后我就不同意 这算什么事啊 住得好好的搬出去住 那我看不见你和我搬出去住 有什么区别吗 你搬出去 你都是我自己住吗 你是为了搬出去住 你是为了出去玩 他后来就找工作了 找了工作之后 就说搬出去住 后来我发现 他是为了跟别的男的出去玩 出去蹦迪 你怎么总把这事说得这么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你先就说就把我放在里面 那你还跟同事出去按摩呢 我跟同事出去按摩 我那是应酬 那你那周围都是女的呢 我是护士 我是护士 我周围男的都要是男的吗 你都给我气乐了兄弟 你咋交到兄弟呢 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不像他们那些 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然后就可能称呼就比较 哎呀 这老年人一般都怎么叫呢 来来来来 行行行 这次分手的重要原因 到底是什么呀 听来听去 没听出什么来 嫌小气是吧 对就是末期 小气 小气 还有别的吗 就很多小问题 就是攒了很久了 因为这么多年了 已经实在忍不下去了 你提出的分手对吧 对我没想着真分手 那你为什么要提分手呢 我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吓唬什么呢 就是我想着我要提分手 他可能害怕了 过来哄哄我 就不想跟我分手了 我非要哄哄你啊 别整的没用 那么多事 都是都是我哄你 我哄你 别整没用 你们俩过去谈恋爱的时候 出了问题都是你哄他吗 就是谁的错 一般都是去哄嘛 平时我跟他在一起 出啥事了 出什么问题了 都是我想着去解决 你跟我解决问题就默结 我想 那我不得跟你讲道理吗 一默结默你两三个小时 万一谁不睡觉 我不是跟你讲道理吗 那我不跟你讲道理 请我问一句 你们当时这个女生要到男生生活的这个城市是谁做的决定 是他要求的还是你 我俩商量的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见面本来就少嘛 然后其实毕业了好不容易能在一起了 就多往起凑 然后就能在一起时间多一点 你们这四年的大学的这个异地恋是怎么弹过来的呀 其实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也想过就是分手吧啥的 然后但是都没有这么闹得这么大 互相忍一忍然后就过去了 那现在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正好他提的分手我也 然后就正好就分了呗 我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了是为什么呢 因为烦心事太多而且就是 咱们把烦心事归归类啊 性格算一类对吧 你觉得他矫情 那还有什么问题让你忍不下去呢 就是不太想我的感受光想着自己 就比如大晚上解决问题 他总想然后就自己得劲 然后就不让别人睡觉 然后也不让别人休息 我那是让自己得劲吗 我这不是想解决咱俩的问题吗 不想分啊 不想分 为啥兄弟 兄弟这词我不能叫 你们俩之间的叫法你看 因为毕竟在一起都四年了嘛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些小事 生活上面的琐碎的小事 他甚至因为我喜欢篮球 不让我看球赛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一次在家里上了厕所 然后没有纸了 我就喊了他那么长时间 喊了好一遍给我送纸 然后不待会儿在那边说一句好球 那 那我当时我庆祝近那场比赛 詹姆斯绝杀 那我 我当时肯定很激动啊 我没听着 你去找詹姆斯 你别找我了 不讲理 还有就是我俩出去旅游 就好不容易能有时间 俩人在一块儿能空出几天 然后继续靠岛那边去旅游 本来天气挺好的 然后两个人出去玩玩 那非要在宾馆看球赛 看直播 丁丁女士 这我承认 这是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一小事 闹到分手这个地步 他其实是觉得说 通过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相处 他发现你对他 第一是给的时间 陪伴不够 第二个是 你可能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男人 比较矫情 这是他现在所谓的 不给你台阶下的一个理由 你说分手好吧 我分手吧 你觉得这姑娘身上 什么是你忍受不了的 她整个一个网野少女 天天就知道吃鸡 游戏有那么好玩吗 有 我们俩的爱情 我总是处于弱势 我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想强势一回 对吧 然后提出一分手 结果 凉凉 凉凉了吗各位 来吧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凉凉了 关于你们俩吵架这个事 就是男人都是讲理 女人讲情 男人说 你不讲理 女人说 你不爱我 其实所有的情侣之间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么个吵法 但是当你把这个吵架的内容 上升到你们今天来这 现场的这个高度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的爱情就凉凉了 你们两个都有跟对方分手的理由 因为这次分手最先是你提出来的吗 对吧男生 对 男人说我为什么跟女生分手呢 第一 他拿我赚的钱去给其他的男人买了微博 这个事他是不是说过好多次 是 对吧 很多很多次 很多次 因为你这个事在他心里扎了根刺 你换位思考一下 他拿着你出去工作赚来的钱 给其他的小妹妹 买瓶香水 你会高兴吗 他如果要是都认识 你就回答我你会高兴吗 不会高兴 对 所以其实他闹心是正常的 第二 出去蹦第一跟其他男生对吧 他跟其他小妹妹出去 你会高兴吗 我们 那你在明知道他不高兴的时候 你还这样做 你在乎他吗 你并不在乎他的感受 那我们再来说说女生 也要分手 跟男生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矫情 还有你矫情吗 人在那上着好好的班 你说来你给我扎一针 他在工作 他没有在做其他的事情 你把工作当成儿戏一样在对待 他今天是当护士 你找他扎针 他要是当的是兽医呢 磨叽 磨叽 同样你也很磨叽 生活当中 出去在酒店里面 一个小时看会儿球 你就陪他看一会儿嘛 你实在没事干 你自己吃会儿鸡嘛 这有什么关系 这样细枝末节的事情 都拿出来说 你在乎他吗 还有最观念的 我听到听来听去 就一个事 是你跟他分手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挑食 情侣之间往往有一方 就是会挑食 我听到了什么 羊杂和饼干 跟人家俩人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变成了分手的理由的时候 其实女孩不如问问自己的内心 说一句真话 就是你已经不爱他了 其实你就是想跟他分手 他说分手 你就借颇下驴 所以你是真的不想分 他是真的想分了 假戏真唱 一手凉凉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我觉得分手是必然 当然也会有一些导火索 往回导的话 他现在的分手 其实 你还好 对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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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恨不能自己扎针 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 为了你做出这种犯傻气的事 人家给你机会了 你珍惜了吗 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情 你不要以为之前四年的异地恋 我积攒好了 我就可以不努力了 这个女人不会跑了 你看她都千里迢迢 从别的地方来到苍州跟我生活了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一生都要经营 所以你不要觉得冤说 哎呀 我不就是看了看这个直播吗 没陪你出去旅游逛一逛吗 这一定是你长期以来的不努力 松懈不付出 导致了今天的结果 所以你别委屈啊 说我只是吓唬吓唬她 她真不是吓唬 到这个份上了 姑娘你也一样 走到今天分手这个境地 虽说她没有做到足够的努力 但是你也做得不咋地 你一直上来就说 我都为了你来苍州了 没有人是为了谁而怎样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这是你选择的生活 你愿意为了爱情来到她的身边 你为什么要拿这个去绑架她呢 而且作为一个护士 其实算是比较特殊的工种 那我们知道医护人员的家属 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足够的爱意 才能去支持如此繁忙的白衣天使 你都没有这个能力说 知道她三班倒很辛苦 你是不是在家可以做碗汤等她回来 你是不是可以用更温暖的方式 让她知道你的心在她那里 所以其实你也并不那么爱她哦 她可能在于喜欢你但没努力 你在于根本就没有爱上 所以我觉得就只面自己内心 我做不到那我早早地离开 我做不到那我就祝福彼此 所以接下来的生活 我觉得你们需要重新整理一下 再去上路 好吗 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幸福 谢谢 欢乐颂当中 许潇潇为了爱上那个医生 恨不得自己成为她的病人 那是爱 但是你为了跟她在一起 希望她给你扎一阵 这是因为爱吗 是因为害怕寂寞 咱们又走到你 吃起来 感谢 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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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来 吃起来 吃吧 吃起来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岁数都还小 所以很多事都不成熟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可能我们之间不是特别纯粹的爱情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肯定也不能是纯粹的友情 我不管接下来你会怎么选择 但是我会很坚定 很坚定我的选择 我也以后也不再会出现 类似我用分手来威胁你这种事情 我觉得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不成熟就一起变得成熟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看看两位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小伙子 还有话跟他说吗 可能现在在台上还是做不出那种特别好的选择吧 可能现在他这么选择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接着去联系他 我想再试试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挽回 但是我想再试试 这只是这个舞台上的一个结果嘛 回到现实生活里 你们自己还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呢 谢谢你能来 谢谢你们的分享 秦辉 谢谢